本影片的学习重点 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资料 并绘制成折线图 我们常绘画折线图来呈现资料调查和统计的结果 可以用来了解有序资料的分布或变化情形 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折线图的暴读 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绘制折线图 上面是快乐农庄 今年4月到7月的降雨量统计表 4月到7月的降雨量是有时间顺序的资料 可以画成折线图来呈现变化情形 那要怎么把统计表的资料画成折线图呢 现在我们来学习怎么画折线图 第一步骤 在折线图下方写上标题 标题的名称直接用统计表的名称 把统计表三个字改成折线图就可以了 第二个步骤 在横轴标示名称和隔月份 折线图下方这条绿色线的位置就是横轴 在横轴的最右方写上横轴表示的是月份 统计表中总共有四个月份 分别写在横轴下方 记得每个月份保持间隔距离 第三个步骤 在横轴标示名称和单位 折线图左方这条蓝色线就是横轴 这张折线图的横轴表示的是降雨量 所以我们在横轴的最上方写上降雨量和单位 mm毫米 接下来在横轴的适当间隔 标示刻度所代表的数量 统计表中最大的数值是240 因此刻度至少要标到240 这张折线图我们可以每一格表示10毫米 每50毫米标一个数字 第五步骤 用点来表示横轴和中轴上的同一组资料 统计表中的第一组资料是4月降雨量240毫米 在折线图横轴和中轴上的同一组资料 往上找到对齐中轴刻度240的位置 然后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统计表中的第二组资料是5月降雨量200毫米 在横轴5月往上找到对齐中轴200毫米的位置 然后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统计表中的第三组资料 是6月降雨量225毫米 要在中轴的6月往上找到对齐中轴刻度225的位置 但是因为中轴刻度是每一格10毫米 没有刚刚好225的刻度 所以要找到220和230的中间就是225 找到之后一样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统计表中的第四组资料 是7月降雨量165毫米 在横轴的7月往上找到对齐中轴刻度165的位置 但是因为中轴没有刚刚好165的刻度 所以要找到160和170的中间就是165 找到之后一样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最后必须用直线把这些点连起来 这样折线图就完成了 你学会画折线图的步骤了吗 从这张完成的折线图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折线图中有往上升的线和往下降的线 4月到7月的降雨量有什么变化呢 4月到5月的折线图往下降 表示降雨量变少了 5月到6月降雨量变多 7月又变少了 从左边数过来的第三个点表示什么呢 每一个点同时都表示横轴的月份和中轴的降雨量 所以第三个点表示6月的降雨量是225毫米 怎么看出哪一个月份降雨量最多 是多少毫米呢 没错 点的位置愈高 表示数量愈多 所以4月的降雨量是最多的 4月的点对齐的是中轴的刻度240 所以表示雨量是240毫米 上面是快乐农庄 今天上午观测到的气温记录表 上午30到12时的气温 是有时间顺序的资料 也可以画折线图来呈现变化情形哦 我们一起把这张记录表画成折线图 还记得画折线图的步骤吗 第一个步骤 在折线图下方写上标题 直接用记录表的名称 但是要记得把记录表三个字 改成折线图 步骤2 标示横轴的名称 单位和各时刻 接下来标示中轴的名称 和单位 第四个步骤 在中轴标示刻度所表示的数量 当资料的数值过大 或是刻度无法全部呈现 可以用波浪状的省略符号 来省略一部分 不会影响暴徒的刻度 这个记录表的数值都在24以上 因此可以省略折线图 0到24之间的刻度 中轴上的每一个小刻度 表示的是多少度C呢 每一大格是1度C 分成5小格 所以每小格是0.2度C 接下来我们要用点 来表示横轴和中轴上的同一组资料 记录表中的第一组资料是30的气温 25.4度C 在横轴的30 往上找到对齐中轴25.4的位置 然后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记录表中的第二组资料 是60的气温24.8度C 在横轴的60 往上找到对齐中轴24.8的位置 然后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记录表中的第三组资料 是90的气温27.5度C 因为中轴没有刚刚好27.5的刻度 所以要找到27.4和27.6的中间 就是27.5 找到之后 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记录表中的第四组资料 是1020的气温28.3度C 因为中轴没有刚刚好28.3的刻度 所以要找到28.2和28.4的中间 就是28.3 找到之后 一样画一个点来表示这组资料 最后 依序用直线把这些点连起来 这样折线图就完成了 你熟练画折线图的步骤和方法了吗 请你观察这张完成的折线图 并且思考下列问题 30到12时的气温是怎么变化的呢 30到60的气温下降了 60到90的气温 还有90到12时的气温 都上升了 折线图的四个时刻 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相差多少度C呢 点的位置越高 表示数值越大 位置越低 表示数值越小 所以气温最高是12时的28.3度C 气温最低是60的24.8度C 28.3-24.8 等于3.5 所以是相差3.5度C 这样你学会报读和绘制 含有省略符号的折线图了吗 上面是快乐农庄的两只狗 小姓和阿福今年1月到6月的体重记录表 每个月份要呈现两个数值资料 折线图要怎么画呢 我们一起把这张记录表画成折线图 步骤一 在折线图下方写上标题 接下来标示横轴的名称 单位和个月份 第三标示中轴的名称和单位 接下来要标示中轴刻度的数量 统计表中的数值在28.5-32之间 所以可以用省略符号来省略0-28的刻度 第五步骤 用点来表示横轴和中轴上的同一组资料 记录表中的第一组资料是1月份的时候两只狗的体重 因为有两个数值要表示 我们可以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点来标示 小姓我们就用红色的圆点 阿福我们就用蓝色的三角点 接下来用红色圆点来表示小姓1月时的体重是28.5公斤 用蓝色三角点来表示阿福1月时的体重是30公斤 用红色圆点来表示小姓2月时的体重是29公斤 用蓝色三角点表示阿福2月时的体重是31公斤 用红色圆点来表示小姓3月时的体重是29公斤 用蓝色圆点来表示阿福3月时的体重是30.5公斤 依此类推 依据记录表 完成3月到6月两只狗的体重标示 然后用直线依据把表示小姓体重的点连起来 再把表示阿福体重的点连起来 这样折线图就完成了 从这张完成的折线图可以读到哪些讯息呢 我们可以从红色的折线图看到小姓的体重在1到6月是怎么变化的 1到2月的时候小姓的体重增加了 2、3月的时候体重一样 4月变重 5月又变轻了 5到6月的体重又增加了 那我们可以从代表阿福的蓝色折线图看到他1到6月的体重 是怎么变化的吗 1到2月的时候阿福变重了 2到3月 3到4月的体重都下降了 4到5月 5到6月 他的体重都增加了 那哪一个月份小姓比阿福重呢 只有在4月的时候 小姓的红色圆点 位置比阿福的蓝色三角点位置更高 所以4月的时候小姓比阿福重 几月到几月的时候 两只狗的体重都上升了呢 从折线图可以看到 1月到2月 以及5月到6月 两只狗的折线图都是上升的 表示体重变重了 本节课的重点整理 重点1 绘制折线图的步骤 先写上标题 并标示横轴和中轴的名称 项目和单位 然后标示刻度 再用点来表示横轴中轴上的同一组资料 最后一组将点连起来 重点2 刻度的间距不一定要相差1 也可以是2、5、10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适当的间距来绘制折线图 重点3 当统计资料的数值过大的时候 受限于刻度无法全部呈现 我们可以用省略符号来省略部分的刻度 这些重点你都学会了吗 这堂课就上到这里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